难怪同老绞尽脑汁让虚竹破戒 你看梅兰竹局对虚竹干了啥就懂了 虚竹是天龙三主角之一 他相貌丑陋不善言辞 若将他放到人群里 无疑是最普通的那一位 可虚竹一次出门办事之时误打误撞 破了乌鸦子摆下的真龙棋局 稀里糊涂的得了乌鸦子的毕生内力 然而此时的虚竹并非江湖一流高手 他空有一身浑厚的内力却无法很好地施展应用 的确虚竹的内力虽深不可测 但他的外公却是捉襟见肘 直到虚竹遇到返老还童的天山同老 这才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二次奇遇 继而在天山同老的指点下恋成了诸多逍遥派神功 还在西夏国的冰窖里得了李秋水和天神同老的内力 不过虚竹已经在小木屋里喊了乌鸦子师傅 他也带起了逍遥派的掌门班纸 为何天山同老却想方设法要让虚竹破戒 天山同老先是潜入王宫 偷来了山珍海味摆在虚竹的面前 此时的虚竹饿得前胸后贴后背 只能用冰窖里的冰块解渴 然而虚竹闻着鸡鸭鱼肉的香味仍不为所动 大有饿死也不吃得惊人之举 天山同老火冒三丈之下点了虚竹的穴位 强行塞了虚竹满嘴的美味佳肴 天山同老以为他赢了 可替虚竹解了穴位后 虚竹却是这么说的 小僧为前辈所逼迫 背出自愿就不算破戒 后来发生了什么我们都很清楚 天山同老深知虚竹血系方刚 而虚竹之前的少林禅宫 以尽数被无牙子化去 并力全世 是一个未经人世的壮男 因此当普天下第一大诱惑袭来之时 虚竹哪里能按捺得住 于是虚竹和孟姑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冰窖里 待了三个晚上 到了第四个晚上 天山同老假装专心练功 没有将孟姑带到冰窖 没了家人相陪的虚竹如坐针毡 终于忍不住向天山同老 犯下了杀戒 婚戒 色戒 正如前文所说的那样 天山同老为何要这么做 其实这和灵鹫宫的梅兰竹局有关 梅兰竹局是灵鹫宫九天九步的主要骨干 乃天山同老的得意心腹 他们四人容貌如出一辙 生的又是秀丽绝伦 惹人喜爱 在天山同老的调教之下 梅兰竹局对公主的命令言听计从 还要服侍公主的吃穿住行 以及洗漱沐浴 好比虚竹刚上灵鹫宫没多久 就和段玉把酒言欢 喝了个鸣顶大醉 虚竹睡到第二天日上三肝方才醒来 这时虚竹赫然发现 自己竟然穿了一套新的内衣 躺在了香喷喷的被窝里 但虚竹还在努力回忆 昨晚发生了什么事 梅兰竹局走进卧室 小兮兮地告诉虚竹 昨晚虚竹喝得不省人事之后 是梅兰竹局四女 伺候虚竹宽衣解带 沐浴更衣的 虚竹被四女的言语惊得瞠目结舌 书中写道 门外又走近一个少女 却是菊剑 微笑道 咱姊妹二人服侍主人换衣 说着从床头椅上 拿起一套淡青色的内衣内裤 栽入虚竹背中 虚竹大炯满脸通红 说道 不 不 我 我不用子子们服侍 我又没受伤生病 只不过是喝醉了 眼见虚竹拒绝 梅兰竹局 呜呜地哭了起来 虚竹最怕女人掉眼泪 只好勉为其难地 让梅兰竹局伺候自己 换了崭新的内衣内裤 看到这里 是不是能理解 天山童老的良苦用心 童老知道虚竹 虽带上了掌门班纸 也有意出认 灵鹫公公主之位 可虚竹是一个傻头傻脑 迂腐呆笨的小和尚 他若上了飘渺风 如何受得了梅兰竹局的精心伺候 加之九天九步 还有其他诸多妙龄女子 虚竹更是深感不适 久而久之 虚竹必然会厌恶灵鹫公的生活 将掌门之位传给他人 如若用梦姑 让虚竹犯下色戒 懂了男女之事的虚竹 自然不会再像以前那般扭扭捏捏 这样一来 有了经验的虚竹 就能适应灵鹫公的生活 还能和九天九步众女打成一片 天山童老果然没有猜错 虚竹很快就和梅兰竹局熟了起来 在梅兰竹局的带领下 虚竹还钻入了灵鹫公的密室里 不断参悟石壁上的神秘武功 俗话说得好 将还是老的辣 在天山童老的算计之下 虚竹队中融入了灵鹫公 这个大染当之中